杨家将故事 第三集 双龙会 改编赵建民 绘画张令涛 胡若佛 自从杨叶将职镇守雄关后 辽国侵犯宋朝边境的消息不断传来 太宗决定御驾亲征 仍命攀仁美为元帅 令派呼颜赞高怀德为正负先锋 领兵十万 直奔边界 哪只辽国已经有了准备 见到宋朝兵马也不抵抗 节节后退 太宗和攀仁美都以为辽兵惧怕 便往前追赶 一直追到幽州城下 只见幽州城门大开 城里一个守军也没有 攀仁美要率军队进城 巴贤王劝道 辽兵不战而退 其中一定有诈 切不可轻敌 中了幽兵之计 攀仁美不听巴贤王劝告 率兵马进入幽州城 刚安顿下来 忽然小军来报 说辽兵从四面八方拥来 把幽州四门紧紧包围 太宗听了大吃一惊 傅先锋高怀德说 兵来降党 水来吐烟 我主不必惊慌 等臣去把辽兵杀退 说把披挂上马 带领五千人马出了西门 正欲辽国大将乌铁贝 乌铁贝高喊 宋朝将官听着 你们已中我家元帅的计了 你们被包围了 后路已被切断 还不赶快投降 高怀德大怒 举刀并砍 两人交战起来 二人战五十余和 不分胜负 乌铁贝心想 战他不过 等我用计胜他 想着回马便走 高怀德不知事迹 紧紧追赶 眼看就要追上 高怀德举刀猛砍 乌铁贝右手用锤挡住刀 左手用锤向高怀德打去 高怀德年纪老了 战了半日 气力不足 被乌铁贝一锤打下马来 乌铁贝打死了高怀德 宋朝军臣非常恐慌 高怀德的儿子 高军宝痛哭一阵 含着泪 月马挺腔 直向乌铁贝扑来 两人大战三十余和 军宝渐渐支持不住 忽炎赞在旁看得真切 高奖 贤侄不要害怕 我来助你 说着五动双斧来战乌铁贝 乌铁贝力敌两员大将 一点不怕 而且欲战欲勇 高军宝和忽炎赞只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八贤王在城楼上看得清楚 忙要攀仁美明金收兵 三天来 乌铁贝打死打伤宋朝几元大将 宋盈无人敢去应战 太宗非常惶恐 一面高挂免战牌 一面召集文武大臣商量 八贤王说 杨家父子几次杀败辽兵 辽兵最怕他们 如今只有派人去雄关杨叶处讨救兵 方能解围 太宗问谁愿去雄关讨救兵 忽炎赞挺身而出 八贤王问忽炎赞 辽兵重重包围 老将军怎能冲出去 忽炎赞想了想说 请皇上写一道圣旨 假说派我去汴京取玉玺 准备投降 我带上圣旨 路上遇到辽兵 自有办法对付 太宗果然照忽炎赞所说 写了圣旨 忽炎赞带了圣旨直奔大陆而去 迎面遇见乌铁贝 乌铁贝见他单人独奇 非常奇怪 忙拦住去路 忽炎赞只说有事回汴京 乌铁贝把忽炎赞带到大营 去见元帅韩昌 韩昌听说忽炎赞单人独奇回汴京 心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 便客客气气的赢了出来 韩昌问忽炎赞回汴京有什么事 忽炎赞开始装作不肯回答 经韩昌一再追问 才慢腾腾的从身上掏出圣旨 韩昌接过一看 十分高兴 韩昌立刻下令 放忽炎赞回汴京去 各营不得阻拦 忽炎赞满心欢喜 暗想 韩昌这回可上我的当了 忽炎赞离了辽营 快马加鞭 不分昼夜 直奔雄关 这时 老令公杨叶正在给八个儿子 讲解兵书战策 呼报忽炎赞老将军来了 老令公一正 慌忙出来迎接 杨叶听说太宗和大臣们被困在幽州 忙和儿子们商议 七郎严四说 救兵如救火 往爹爹赶快发兵救驾 要是迟了 大宋江山难保 黎明百姓遭殃 杨叶马上决定出兵 他让严四连夜带领五千人马先行 派六郎严昭随后接应 他自己和忽炎赞以及其他六个儿子 押送粮草随后就到 七郎带领人马直奔幽州 到了卢沟桥 正遇守桥辽国大将乌铁头 七郎举枪就刺 乌铁头用刀赢架 只觉得这一枪非常沉重 乌铁头十分惊讶 心想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有力的敌手 他俩打了几十个回合 七郎愈战愈有劲 乌铁头渐渐招架不住 向后退去 七郎指挥兵马 冲过卢沟桥 七郎快要杀到幽州西门 呼听一声炮响 从辽营拥出一员大将 手拿两柄大铁锤 气势汹汹 直奔七郎而来 这人就是打死高怀德 杀得宋朝大将不敢应战的乌铁背 七郎不通明不报信 见了乌铁背举枪便刺 乌铁背用锤一挡 只震得两手酸麻 七郎连续几枪 乌铁背招架不住 乌铁背回马便走 七郎马快 用力一枪 将乌铁背赐于马下 乌铁背一死 辽兵顿时大乱 七郎便带领人马 一直杀到西门 守门送兵一看旧兵来到 人人振奋 连忙报告元帅潘仁美 开城门迎接 潘仁美听说杨家兵道 觉得幽州很快就可解围 很高兴 可是一听说 是七郎扬岩寺来了 不由怒气冲天 心想 这个冤家打死我而攀报 这个仇至今未报 现在正是我报仇 血恨的好机会 并横下心不让开城门 他转念一想 还是借刀杀人 让他死 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便亲自跑上城楼 笑对七郎说 贤侄 你来的正是时候 南门外辽将 耶律奇天天骂朕 你把他打退了 从南门进城吧 七郎没想到 潘仁美会公报私仇 便快马加鞭 奔向南门 辽将 耶律奇听说 一个黑大汉 打败乌铁头 枪挑乌铁背 已是十分惊讶 这回见七郎杀来 不禁暗自胆怯 耶律奇硬着头皮 和七郎打了十几个回合 抵挡不住 便败走了 七郎进城心切 也不追赶 转身来叫守城兵士开门 守城士兵回答 元帅有令 他在东门等你 叫你杀退东门辽兵再进城 七郎无奈 只好去东门 他边走边想 老贼一定是因为我打死了他的儿子 想趁这机会害我吧 七郎快到东门 忽然迎面来了一队人马 拦住去路 为首一员大将 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直奔七郎而来 这人是韩昌的弟弟 韩广 七郎连忙应战 打了几十回合 韩广抵挡不住 败退下去 七郎到了东门 只见潘仁美站在城楼上高叫 贤侄 你力杀三门 真是了不起的英雄 如今还有北门 是辽国元帅韩昌亲自把守 你要是把他杀退 幽州城便解围了 你的功劳可大嘞 七郎已知潘仁美事故意刁难他 心中十分恼怒 连连催促潘仁美放他进城 潘仁美说什么也不肯开门 七郎此时已战了半日 腹中饥饿 无可奈何 只好答应去打韩昌 但他求潘仁美给他一点东西吃 潘仁美见七郎求他 暗暗高兴 心想 这次可让我替儿子报了仇 就算你不被辽兵打死 也叫你活活饿死 他心里这样想着 脸上却装着笑容 堂塞七郎 他劝七郎说 这是你力杀四门名扬天下的好机会 不要错过 快去吧 北门见 说吧就转身进去了 七郎气得咬牙切齿 连骂老贼 他进不了城 只好去北门 快到北门 就听见连声炮响 辽营涌出大队人马 辽国元帅韩昌 手执大刀 一马当先 七郎高笑 我乃杨令公之子 七郎言赐 说着举枪辩刺 韩昌用刀来赢 两人交战起来 打了一百多回合 不分胜负 韩昌 暗暗佩服七郎武艺高强 韩昌暗想 假如将七郎活捉 劝杨家父子投降 宋朝江山不愁夺不过来 他便暗暗传令 不准放冷箭 伤害七郎 韩昌一心要活捉七郎 打了一阵 回马就走 七郎不知事迹 心想 如果捉住韩昌 幽州就可解围 便紧紧追赶 韩昌跑了两里多路 用手一招 只听一声炮响 两旁伏兵骑出 把七郎紧紧包围 七郎又累又饿 左冲右突 冲不出去 正在危急中 呼见西南角 撩兵大乱 直往后退 原来是六郎 炎昭 领着一队人马杀来 辽兵见到杨家 大队人马赶来 十分惊慌 这时 韩昌总算明白 上了忽颜赞的档了 他知道杨家将厉害 硬打是打不过的 便令兵马撤退 让出一条路来 接着 杨叶领着 严平兄弟也赶到了 七郎诉说潘仁美 不让他进城 和他力杀四门的经过 还说这分明是老贼 公报私仇 存心暗害 老令宫听了 十分生气 可是大敌当前 不是计较私人成见的时候 便劝七郎忍让 却说潘仁美 本想借着辽兵之手 杀死七郎 报仇 血恨 不料七郎英勇无敌 厉杀四门 眼看韩昌将他围困住 又被六郎救了 老家伙心里很不自在 又怕自己的阴谋被人识破 便赶快去见太宗 太宗十分高兴 命高军宝出城迎接杨家父子 杨叶见辽兵已退去大半 为了避免和潘仁美发生冲突 便向高军宝说 幽州之围已解 请禀告皇上 我们父子不必进城 回雄关去了 高军宝听了一阵 心想 刚到就要回去 其中必有原因 他问杨叶 杨叶只是摇头不说 高军宝再三要杨叶父子进城 杨叶只好勉强应允 杨叶父子进城 太宗和八贤王带领大臣们前来迎接 太宗一再称赞杨家父子救驾有功 杨叶却再三表示救兵来迟 使皇上和大臣们受惊 内心甚是不安 太宗设宴招待杨家父子 潘仁美怕七郎告他的状 便假意在太宗和大臣们面前 夸奖七郎勇敢 七郎却大喊冤枉 要太宗替他辩冤 众人听了非常惊讶 七郎便将潘仁美公报私仇 有意暗害 不放他进城 逼他闯四门的经过 哭诉一遍 杨叶怕引起将帅不和 影响抗辽 不许七郎再说 潘仁美内心恐慌 表面却假装震惊 笑道 贤侄 你错怪老夫了 我是想年轻人血气方刚 好强心胜 古人说 劝将不如激将 我故意激你 成全你做个 力杀四门的英雄 你应该感谢我 怎么反倒怪我呢 太宗也劝七郎不要多疑 劝潘仰两家和好 同心协力 抵抗辽兵 以后不许再提打死攀豹的事 七郎忍气吞声 不再言语 正在谈论着 呼报辽兵已全部撤退 太宗大喜 潘仁美满脸陪笑道 我主洪福齐天 一定是老令公兵马来到 辽兵惧怕 阳夜却劝太宗要多加小心 说不定辽国又有什么诡计 第二天 守城将官禀告太宗说 辽国派来使臣 要见皇上 太宗让使臣进来 使臣说 辽国天庆王在幽州城外金沙滩设下双龙会 请大宋皇帝御驾前往 商谈两国议和大事 太宗和大臣们商量 究竟去还是不去 忽言赞说 宴无好宴 会无好会 我看还是不去的好 杨夜说 这倒也是 但如若辽国真是愿意和谈的 不去反而不好 在座的大臣们都认为老令宫说得对 可是大家都担心太宗亲自赴会 万一重计被害如何是好 潘仁美献祭说 可找面貌和皇上相似的人 假扮皇上和贤王前去赴会 令派人保着皇上化妆逃走 这样才可两全 说着两眼朝着老令宫看了又看 潘仁美又在打坏主意 他见杨炎平相貌和太宗相似 想让杨家兄弟去赴会 好借敌手将他们杀死 同时自己也好保全性命 杨夜也明白他的用心 但考虑到两国和谈事大 这样安排的却是两全之计 因此表示赞同 替主赴会明明是凶多吉少 谁愿去呢 大郎杨炎平挺身而出说 如今皇上和国家有难 正是我们臣子尽忠报国的时候 我和皇上面貌相似 愿待皇上赴会 万死不辞 话音未落 严定严安等兄弟七人 都请求和严平一起去赴会 杨家兄弟们的行动 使得太宗和大臣们深深感动 潘仁美心中暗暗高兴 但表面上也大大夸奖杨家兄弟一番 他又和严平兄弟约定 在幽州城插红旗为号 红旗倒落 说明太宗离去 红旗不落 任何人都不准回城 记忆妥当后 严平装扮太宗 二郎严定装八贤王 其他兄弟都当随从 当时便通知辽国明日赴会 次日清晨 严平兄弟离城去金沙滩 临行前 老令公又再三嘱咐一番 严平兄弟来到金沙滩 辽主天庆王和元帅韩昌 率领文武官员前来迎接 天庆王不知这是贾太宗 十分高兴 心想 这下准能把宋朝君臣一网打尽了 严平兄弟和天庆王进了龙棚 坐定以后 严平便问 贵国要弹劾 但不知怎么合法 天庆王提出条件 一 宋兵退出幽州 二 让出河东 三 两国长期交战 辽国损失重大 宋朝必须赔款 严平一政 以致辽国并无和谈诚意 便说 撤出幽州可以照版 要我们退出河东 割地赔款 万万做不到 天庆王见谈不下去 便用别的话岔开 不谈议和的事 命左右摆上酒宴 天庆王举杯向严平说 大宋皇帝 我敬你一杯 从此两国和好 不再打仗 严平怕酒内有毒 举杯时 故意将酒泼洒 只见天庆王一饮而尽 这才放心 饮了一会儿酒 天庆王便吩咐大将 一律西底 五见助姓 严平心想 不管你耍什么花招 休想占到便宜 一律西底手舞宝剑 上下翻腾 眼看逼近严平 严平向七郎使个眼色 七郎会议 叫声 我来伴舞 拿起剑也舞了起来 七郎紧紧盯着西底 舞着舞着 两人对打起来 一律西底 哪里是七郎的对手 就听 就听当狼一声 剑被七郎击落在地 七郎举起剑 要砍西底 被严平喝住 严平故意择斥七郎 两家和好 舞剑助姓 怎么当即真来 他装成非常气愤的样子 转身就走 想趁此机会 离开龙棚 天庆王一看 急忙上前将严平拦住说 王兄不必动怒 再喝两杯 他装出十分殷勤的样子 一再挽留 严平不好推辞 只好重新入座 天庆王要人重新 温了一壶酒 亲自给严平和严定 各蒸了一杯 自己也蒸了一杯 天庆王举杯劝酒 陪着严平兄弟 干了一杯 严平兄弟顿时觉得 头昏眼花 原来天庆王用的是转壶 他自己喝的是好酒 给严平兄弟真的是毒酒 严平兄弟一之重计 又见战后站着许多辽兵 攻上弦 刀出鞘 准备厮杀 天庆王一见严平兄弟已中毒 转身就走 严平喊道 天庆王兄 我有话和你说 天庆王回转身来 严平照准他的咽喉 甩出一只绣剑 天庆王大叫一声 栽倒在地 原来严平遵照老令公主妇 赴会前已准备好绣剑 作为防身之用 他射死天庆王后 要性发作 站立不住 昏倒在地 二郎严定中毒以后 此时也头疼眼花 他见严平射死天庆王 便使出全身力气 向辽国大臣扑去 想杀死几个 不料药性大发 身不由己 栽倒在地 七郎兄弟见两位哥哥中毒身亡 十分悲愤 便捂起刀剑 见人就看 辽国的几位大臣 没来得及逃走 都被杀死 这时辽兵蜂拥而上 七郎奋力杀敌 他和弟兄们约定 三郎四郎五郎 从右门杀出 六郎八郎和他从左门杀出 到幽州城会合 三郎阎安带头冲出右门 正与辽国元帅韩昌 大战二十余河 三郎无心恋战 挥马便走 走不多远 前面一条淤泥河拦住去路 三郎越马过河 不想河宽 马跳不过去 陷于河内 韩昌领兵追来 命辽兵放箭 可怜延安被乱箭射死 四郎阎辉和五郎阎德 见三郎阎安 马线淤泥河内 便挥马另寻出路 又被辽兵包围 兄弟二人 左冲右突 也失散了 四郎连杀辽国两员大将 冲出包围圈 走了几里地 前面是一片芦苇 他催马前进 恰好中了辽兵埋伏 围从中长沟套索 把马绊倒 四郎栽下马来 被辽兵活捉了 五郎阎德冲出后 正欲辽国元帅韩昌 射死三郎后 又折了回来 韩昌截住五郎 两人大战几十回合 阎德急于回城 无心恋战 虚晃一斧 拨马便跑 韩昌领兵紧追不舍 阎德飞马加鞭 跑进一片大树林 他集中升至 跳下战马 脱了战袍 扔掉头盔 割去头发 化妆逃走 却说七郎和六郎 八郎从左门杀出 正欲辽国大将耶律西底 七郎和他大战二十余合 七郎大喝一声 一枪刺死耶律西底 六郎大战耶律齐 耶律齐抵挡不住 败下战区 兄弟三人刚冲出包围 韩昌领着大队人马 又将他们围住 韩昌高喊 杨七郎 你三哥被射死 你四哥被俘 五哥失踪 你等还不赶快投降 七郎大怒 举枪直奔韩昌 韩广在旁 出来迎战 打了十几盒 七郎回马便走 韩广紧追不放 眼看接近 七郎回马一枪 刺入韩广阴侯 韩广大叫一声 栽下马来 韩广一死 辽兵大乱 七郎趁机冲出重围 远远望去 幽州城上的红旗 还没降落 七郎觉得奇怪 怎么战了这半日 皇上和大臣们 还没有离开 他怕违反军令 不敢进城 并回转身来 杀入重围 杀了好久 才找到六郎 一看八郎不在 忙问六郎 六郎说 在混战中失散 不知哪里去了 兄弟俩十分焦急 六郎说 也许八郎冲出去了 他俩便决定 先回幽州再说 到了幽州城 问守门士兵才知 八郎没有回来 两人大吃一惊 士兵还告诉他俩 皇上和老令公 早就往卢沟桥去了 潘元帅走时 吩咐我们 不要把红旗落下 七郎听了 气得暴跳如雷 兄弟俩赶到卢沟桥 只听沙声震耳 原来太宗和大臣们 经过卢沟桥时 被辽国大将乌铁头拦住 忽炎赞 高军宝等都被打败 这时老令公正和乌铁头交战 眼看老令公招架不住 七郎催马上前 要站乌铁头 六郎拦住说 你打了大半天 太累了 让我来 六郎高喊 爹爹不要惊慌 孩儿来了 老令公见六郎来了 十分高兴 便退下阵来 六郎举枪便向乌铁头赐去 两人大战四五十和 六郎因战了半日 很是疲乏 气力渐渐不支 七郎再旁高叫 六哥 还是我来 乌铁头一见七郎 知道他的厉害 怕再敌不过 不等七郎举枪 就抢先举刀砍去 七郎用枪招架 赶到吃力 原来七郎打了大半天 精力已经不足 七郎和乌铁头 战了二三十和 心想应战不行 必须用计 七郎卖了一个破绽 挥马便走 乌铁头不知是计 紧紧追赶 眼看就要追上 七郎猛地回马一枪 将乌铁头挑下马来 太宗和文武大臣 在一旁看着真气 非常高兴 七郎来见太宗 看见潘仁美站在一旁 不由得怒气冲天 举枪便刺 太宗和大臣们 十分惊讶 潘仁美急忙闪过 没有刺着 连说 贤侄这是为的什么 七郎指着他骂道 你自己还不明白 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让小军降落红旗 存心害我们 你这狼心狗肺的老贼 潘仁美假装笑脸 贤侄 你太冒失了 我临走时 曾关照小军 务必将红旗降落 想来小军错听为 不必降落 误会误会 这时太宗心里 已明白 潘仁美是 有意暗害杨家兄弟 但不好把话挑明 一来爱着 潘仁美是国杖 又是太师 不好指责 二来怕 杨潘两家 在途中厮杀起来 无人保护他回汴京 只好劝七郎 不要多疑 七郎还是怒气冲冲 老令宫忽然想起 其他几个儿子 忙问他 你几个哥哥 和八弟 怎么没有回来 七郎流着泪 哭诉金沙滩 双龙会的经过 老令宫没听完 猛地从马上栽了下来 众人慌忙 将老令宫叫醒 老令宫半天 说不出一句话来 停了很久 长叹一口气 八个儿子 如今只剩下两个 保住了大宋江山 杀死了天庆王 也值得 老令宫的话虽不多 却深深打动了 太宗和大臣们 他们都为杨家将 忠勇报国的精神 感动得流了泪 只有潘仁美 对杨家兄弟的 遇难暗暗高兴 六郎七郎 拥着老令宫 护着太宗 和大臣们 一起过卢沟桥 赶回汴京去 未经许可 也值得更加密质